哈囉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爸爸超人 那我剛剛呢 有買了這個禮包 碎片與時空手鍊禮包 1000塊台幣喔 那裡面的話呢 有30張這個手鍊強化卷軸 然後還有這個 紫色的完美碎片手鍊 以及紫色的完美時空手鍊 因為最主要是這個啦 手鍊強化卷軸太難取得啦 這個一張的話呢 要300賺 而且每個禮拜呢 只限買10張 真的不便宜啊 如果說要把這個手鍊搞上去的話很貴喔 所以就買了那個禮包來強化一下自己 不然有些那個王啊 那個小怪啊 很痛啊 怪不了喔 那我剛剛就是把這個裝備給他衝到加8跟加9了 這個運氣的話應該算是中間偏下30張 一個加9一個加8 我看有些朋友是衝到加10喔 譬如說像我們騎士團的這位團員 小鳥 他也有買 然後他這個就加10了 比我的還要高 OK 那我比較意外的是說啊 就是這個禮包呢 沒想到買了之後呢 也有送這個購買獎勵啊 我本來買那個官網的四季禮包的時候 有送我覺得應該是合理的喔 因為那個要1萬塊錢 結果沒想到這個也有送啊 他的名字叫挪刹的報恩 裡面的話有1000鑽 然後還有一個偉大的召喚券 一個喔 這個是一抽而已 就是讓你選一個來抽 然後還有這個是偉大的召喚券 11抽選擇箱 這個是11抽 然後還有一個史詩召喚券選擇箱 這個是最好是紫色的 然後還有一個西友召喚券選擇箱 你可以選擇看你要召喚今年還是實裝 直接抽出西友的 然後5個樸素的姿勢結晶跟 一個強化捲軸寶箱 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1000塊的話東西真的還蠻多 像剛剛那個手鍊的話 手鍊的裝備再加上那個鑽石 就差不多1萬多鑽的價值了嘛 然後他還送這個 真的還不錯齁 所以我覺得買的算值得啦 這個CP值算蠻高的齁 所以才分享給各位朋友 好 那來開吧 挪刹的報恩 欸 啊我剛剛那個抽抽熱怎麼不見了 不知道為什麼點開來之後 我的抽抽熱不見了 Oh no 眼殘 他是不是隨機的啊 不是全部是隨機的 我剛剛沒有仔細看耶 我以為是隨機 我以為是全部耶 可是看起來好像是 隨機的樣子耶 天啊 對不起搞錯了 哇他沒有那麼大方 沒有那麼大方喔 他只是 送隨機的東西而已 誤會了誤會了 誤會一場 OK好 那如果各位朋友 你們想要把手鍊強化上去的話呢 好 這個 這塊的方式就是買 我剛剛買那個禮包啦 OK 就這樣各位朋友 玩得開心啦 掰掰